行动党霹雳州秘书黄家河 从伊保东区转战太平国席 他坦言这是一项挑战 但必须为西蒙守住城池 只有靠整个团队才能组建新政府 黄家河强调必须争取年轻选民和手头族的支持 并相信西蒙更有能力打造新世代想要的国家前景 我们以政纲对政纲政策对政策来讲 无论我们是在种族关系方面 宗教和谐方面 还是反贪苍联的这些努力方面 我们绝对能够做得比其他的两个联盟来得好 我们的这个offering 我们的这一个能够给国家带来的一些前景 我们相信也是年轻人一个想要的一个前景 黄家河今天走访太平选区时指出 太平显然比宜保东区更有挑战 但作为党领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走出舒适圈 为西蒙守护选区 幸亏这几天他走访选区都获得选民正面回馈 无疑给了西蒙一记强心针 对于国阵主席 纳杜斯里·阿姆扎西不断强调 首相纳杜斯里·伊斯麦莎比里 是国阵的海报男孩和首相人选 还传出这位党主席可能不上阵大选 黄家河认为这只是阿姆扎西忽悠支持者的手段 以退为进 因为按照选举法令 只有党主席可以担任联盟的海报男孩 如果国阵真的赢得大选 也只有阿姆扎西有资格入宫 觐见国家元首提成首相人选 阿姆扎西不断